第十二题,仲凯老师最近买了新的电锅准备来蒸口罩,看到说明书上标示电锅在烹煮食物的电功率为1100瓦特,保温时的电功率为55瓦特,是问当电锅由烹煮功能软变换至保温功能时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的电锅是插在家用电源上,家用电源所提供的电压是固定的,所以不管是烹煮功能或者是保温功能,它所接受的电压是一样的,在电压一样的情况之下,我们计算电功率的公式可以用P等于V平方除以R,那我们的电压一样,所以P就是R分之一,所以当我们的功率如果要变小的话,就表示我们的电阻变大, 我们烹煮食物的电功率是1100瓦,保温的功率只有55瓦,所以它的功率是减小的,那么依照这个公式看来,它的电阻是变大的,因此第十二题问我们说,试问当电锅由烹煮功能变换至保温功能时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电阻变大